而我们早就开始focus美国解封了 但是解封之后的重大悲剧在星期五发生 这是美国夺州休士顿的天文音乐祭 严重的踩踏意外 目前传出来的死伤超过300人 八条人命断送 其中有两个还没有成年 受伤的人轻重伤总计有300人 主控单位被控诉 对于台下观众的呼求置之不理 画面显示 这是在饶舌歌手史考特登台以后 群众开始骚动 然后拼命的游后往舞台前面游 当然会发生踩踏 由于史考特这位歌手 曾经因为鼓励群众冲舞台被起诉过 那么因此这一次的责任呢 那么目前调查里面少不了他 现场还发现了针筒攻击事件 有一个保全在颈部被挣扎之后昏厥 一直靠鸦片类解毒药剂急救之后 才恢复意识 在他的颈部出现了明显的针孔 美国德州五日举办的天文音乐祭上 不幸发生踩踏意外 目前已知至少八人死亡 三百人受伤 其中有两名死者甚至还未成年 目前还在调查群众突然推挤的原因 以及厘清确切的死因 但有画面显示 在重头戏饶舌歌手史考特演出时 群众开始涌向舞台前 在表演途中有群众试图冲到舞台上 对着摄影大哥大喊 拜托停止活动有人死了 但却没有被理会 演唱会向来在全球销售一空的歌手史考特 非常擅长带动现场气氛 也不是第一次在现场发生脱续事件 在网飞的纪录片中 团队成员就曾经警告过保全 现场一定会很混乱 在过去的表演上 史考特曾经因为鼓励群众冲向舞台 而面临过法律纠纷 这次史考特则表示 他并不知道事情的严重程度 并且在社群上发布影片表达遗憾 另外根据休斯顿警方表示 当晚甚至有接获 有人被注射毒品的通报 事后也确实在该保全脖子上 发现挣扎的痕迹 今年迈入第三届的天文音乐祭 去年受到疫情延期举行 因此观众都格外兴奋 在白天一开放入场时 就可以看到民众推及涌入 保全人员根本无法阻止 有保全专家就分析 现在需要回头审视保全计划 和录影记录外 也认为尽管是经验老道的保全 恐怕也很难避免这次的意外 该活动总计有5万人参加 而场地则可以容纳20万人 目前凶杀和毒品侦查单位 已经介入展开调查 活动也暂停举办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拓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